嗨 各位同学大家好 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超前部署先把这个影片 课文讲解的影片先给大家 之后如果有不管是 你想要先自学也好 或者是我们真的有遇到要线上远距的话 就会比较方便些了 我们就来看到第七课 第七课要讲的是Iseland 冰岛 冰岛这个国家的怎么样 Iseland Road to Gender Equality 这边我们看到所谓的 The road to 朝向哪里走的道路 所以这个to的话是介细词的to 所以后面我们加的是什么 名词Gender Equality 这边是名词 也就是说他们努力的一个过程 他这条漫长的道路的确是很漫长 这种东西都不容易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Iseland is a small island nation known for its breathtaking landscapes boiling mud pools and stunning views of the northern lights 他说呢 Iseland is a small island nation island nation的话当然就是导国 好比说我们也可以说 Taiwan is an island nation A small island nation 好那这边的话说 known for 这边known for 的话相当于是什么 相当于你也可以说 which is known for 这边等于呢 省略掉了 which is 然后呢 还是一样 known for 那这边的话同学要留意到的就是呢 用for的话是表示说 以什么什么而闻名 ok 我们说 be known for be known for something 因为什么什么而出名 比如说你可以说 日月坛呢 因为他的这个 因为他的日出跟夕阳而出名 这样 或是因为他的物而出名 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说 someone like is known for its morning Sunrise or its mist 对不对 因为他的这个 物气而出名 那相对的另外有一个 我们说be known as 有没有 be known as的话呢 是说以什么样子的身份 或者是以什么样的名字 为人家所知 这样子 好 好比说呢 你可以说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以这个名字被人家认识 比如呢 J.K. Rowling的话呢 他的原先他的朋友可能不会叫J.K 他可能叫Joanne 什么之类的 好 但是呢 因为他写了哈利波的 所以呢 我们就说 this lady is known as J.K. Rowling 因为呢 这就变成大家常常知道他用的名字 好 那时候我们就会说be known as 这个呢 就要再提醒同学一下 因为还是常常会有人搞混 好的 好 那这边我们是be known for 因为是因为这个出名 因为什么勒 It's breathtaking landscape boiling mud pools 这个boiling的话 这边当然指的是说呢 那个这个所谓的那个火山啊 火山造成的那种mud pools呢 它呢常常都在那边 这样滚啊滚的啦 好 所以我们会说boiling 因为它不时的都在这样子 好 还有什么勒 stunning views of the northern light 那这边那个 stunning又不太一样的意思咯 我们就叫做northen lights 好 那你说有southern lights吗 no 没有就只有northen lights 我们讲激光我们就讲northen lights but how many know that this country of only around 360,000 people is also home to the world's most gender balanced society 他说how many 那既然我们用了how many的话呢 你就要说你就要用no 然后因为这边等于是复数嘛 相对于呢 如果我们说谁知道 好 那你说who knows 对不对 因为who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会把它当作单数来看 但是当你用how many的话 那就要当它复数咯 所以how many know that this country of of 当然是指说它具有 好就是它具有呢 这么多人 那其实呢也真的没很多 我们台湾有2300万 这个才多少啊 36万 好 看起来这个少太多了 好的 那不过呢本来那个台湾的人口密度就是很高很高的 那这个 36万 可能会不会觉得 大家比较好维持社交距离 ok 好 那请同学要注意到的就是呢 这个念法 我们呢就是 按照这个逗点来念 那这样子的话英文你就要念三百六十个千 所以你就要念三百六十个千 所以你就要念三百六十个千 ok 你就不要去想什么三十六万 你要想的是三百六十个千 就这样给它念下去就对了 好 它说呢 有这么多人口的国家 taipei is also home to 就是什么的所在地 然后是be home to 什么什么之类的这样子 那这边的话呢就好比我们也可以说 taipei is home to a lot of big companies for example 很多的大公司都在台北有设他们的办公室嘛 或者他们总部就在这里 那你说taipei is home to many big or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这样子 be home to 什么什么 be home 它这边呢 is home to the world's most gender balance 就是呢 在性别上面的是最平衡的 那这个的话当然是有什么样 当然是有实际的证据 所以它说for the last decade for 用for的话就表示维持一段时间 所以这边就是说 在过去的the last decade 过去的这个十年呢 它都一直维持这样子 那既然是过去的十年 也就是说从现在往回推十年 过去的这十年 当然它都一直维持这样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用了什么 我们这边用了现在完成式 对不对 表示这个时间有持续的意思 所以它说Iseland has ranked 它一直都排名 什么东西它的排名是什么 好我们用主动的 所以你说Iseland ranks 或者是呢 这边的话 现在完成式 Iseland has ranked Number one On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s global gender gap index Gender gap Gender gap Gender gap 性别之间的差异 那这边的话呢 当然几乎都是怎么样 几乎都是呢 男的在比较优势 然后女的在 女生在比较这个 稍微差一点 所以这个Gender gap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只都是这个 但是呢也许在有个国家会相反 好 但是几乎几乎几乎 很少遇到有相反 这个Gender gap的话 大部分都是男性呢 占比较优势 女性差一点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它说The past two 那这边有点像我们说The road to 前面我们标题不是The road to吗 那这边呢我们说The past two 指的也是那个路径啊 通往什么的路径 所以这个to一样是介细词 所以呢后面加什么 名词 所以我们说The past two equality 那这边的话表示 他们走的这条路呢是怎么样 began on October 24th 1975 when when的话当然就是指出on this day 对不对 这边的话呢 这边要请终于注意到说呢 你这个为什么一定要用when 然后因为你如果用which的话 只能够代替前面的一个东西 前面的一个物品 而没有办法代替在这一天 但是呢你如果往后面这个句子看的话 他说90%of the female population participated in the women's day of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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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is day 对不对 在这一天他们参加了这一个抗议的活动 所以呢你一定要用when呢 才能够把后面的句子 后面这个句子的意思不足 这样子哦 在这一天他们呢90% 哇这个比例非常高哦 我想如果在我们这边办这种活动的话 我很好奇会有多少的这个 女性朋友真的会勇敢的站出来支持这样子 这样子 那当然现在也许比较好一点 我们不知道了 好那他说呢 90%of the female population participated in participate in 这个要再度跟大家提醒一下 参加什么呢 women's day of OK 凤佳天 to protest against wage inequality and other gender related social injustices wage wage equality wage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叫工资 一般来讲的话比较值的是什么 比如说每周给的 或者是每个每天给的 每个小时给的 然后那个我们叫做wage wage inequality and other gender related 跟性别相关的 social injustices 那这边这个injustice的话 加s的话呢 当然指的是说呢 一个一个的事件 或者是一个一个的现象 这边比较指的并不是说整体的一个状况 而是指的是一个一个的一个事件 或者是一个一个的现象 好比说什么 好比说呢 如果呢 你想要这个多花一点时间呢 待在家里带孩子的话呢 好那公司可能就跟你讲出来 别来上班了啊 好你干脆辞职吧 什么之类的 像这样子的啊 就是一种不公平 对啊那要不然呢 如果呢这个又没有办法有很好的一个托儿的一个方案的话呢 那这个女性真的常常就是首先要担起这个责任的人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边 他说 that day instead of going to work cooking meals looking after children or doing domestic chores 这边因为我们放在instead of的后面 所以我们通通要用什么 通通要用动名词 inginging 一路ing下去 domestic chores 就是呢所谓的家里的一些所事 家务事这样子 他说呢 icelandic 这边的话我们要念icelandic icelandic women hoping hoping的话就相当于说 who hoped ok 这边等于呢就是呢 把这一个 呃原来是行动词指句把它变分词了 who hoped for change 好主要的动词在这里哦 icelandic women took to the street 走上街头 叫做take to the streets in protest 是在这样的状态之下 就是他走上街头的话呢 就是呢为了要抗议啊 而走上街头 with the majority of women going on strike the majority of the majority of the majority of 的话就是大多数的意思 好你说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学生大多数这样子 那你说呢 with the majority with的话这边就是指说有这样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the majority of women going on strike 那我们之前提过说 因为with后面你只能加什么 with后面你只能加名词 对不对 那所以你要再来修饰名词的时候 哎 拍歇 你就只能够用分词来修饰它 然后这边的话呢 如果你再用一个子句 当然也可以啦 但是呢这样就有点 有点 有点 好 因为with 用with的话本来就是希望后面的简单一点 就用名词就好了 哎 那这边的话呢 你又要再修饰它 我们就用分词会比较好 go on strike 叫做什么 罢工啊 就是呢 就是罢工 就是这个发起罢工 参加罢工 the country fell into complete chaos fall into chaos 就是呢 落入了那样子 状况当作 fall into something fall into chaos 的话就是 落入呢 这种状况 chaos 这个字请大家注意到 就是要这样念 chaos 你不要念 child 或者是 不对 就是要念chaos 而且它是单数 它是单数 不要以为它是负数 banks and factories came to a standstill come to a standstill 就是呢 这个停止 停止运作 禁止 as 这边这个as的话 请注意到 这边这个as的话 当然指的是什么 since 或者是because 的意思 因为大多数呢 都是女性 所以呢 他们没去的话 当然 这些机关 这些公司的话 就只好come to a standstill 完全停摆 flights were grounded 飞机的话呢 grounded 所谓的flights were grounded 就是说被留在地面上 没办法起飞的意思 人被grounded 的话就是什么 被禁足 因为你不能够到处呢 胡乱趴趴趴 好 那这个flights were grounded 的话就是它飞不上天空 它呢就是被迫停飞 because there was no one to provide service and without actresses 表演的行业也是 without actresses theaters had to cancel performances additionally additionally 或是我们说in addition mothers striking all day long simply left children in the care of their husbands mothers striking 那这边的话就是说 that strike 对不对 或是who strike 等于呢 这边你也是一样 用分词来代替原来的所谓的 关带加上动词 好 他说呢 all day long 整天的话呢 那这个mothers 动词在这里了 left mothers left children in the care of leave someone in the care of 谁谁谁 就是呢 让某人 来呢 照顾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子的 好 譬如说你可以说 i left my dog in the care of my friends when I had to travel to another town or to another city i left my cat i left my dog in the care of my mother in the care of my friends 我们都可以这样讲 ok 好 好 那我们先停在这儿 好 待会再继续往下看